近年經常都會傳出某某男神崩壞 但其實人總會老 隨著時間會有不同程度的走樣 而更多的崩壞 其實可能只是藝人處於放鬆的狀態 彭于岩 早前他身在上海 由於當地依然進行著風控 基本上他都是足不出戶 從照片中可以見到 他沒有面掃根 頭髮凌亂 額頭的火車軌亦相當明顯 滲出陣陣的大縮眉 吳彥祖經常都被人說他走樣 而這張照片還被網民說他和成龍撞樣 木村徒哉 有網民就留言說 木村看起來好像縮了水 身形不合比例 甚至有網民說笑話 眨眼看以為是扮木村的搞笑藝人 梁朝偉 梁朝偉在兩年前被內地網民野生捕獲 但合照裡面的偉仔就文明顯 加上法制線後而 令不少網民都感嘆他外貌滄桑 鍾漢良 今年鍾漢良在主演的劇集《殺科特輯》中 就被網民說他臉部臉腫腫僵硬 要威也有力不從心 蘇友鵬 今年他為2022北京冬奧會獻唱 但就被人發現他腫了一兩馬 幾乎肥都沒有頸 嚇到不少網民 湯告老師 上年湯告老師和養子一齊去到三藩市看棒球比賽 不過出了名動靈的湯告老師 竟然臉脹到似足麵包超人 變成了網民的似笑對象